请我们好,欢迎观看四郎讲棋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盘高手对局 出自07年七斗星杯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红方呢是特级大师成明 黑方是特级大师庄玉婷 那个时候成明当时17岁 当时还不是象棋大师 庄玉婷当时是44岁啊 这盘棋真的是非常精彩啊 咱们就不废话了,直接开讲,请看棋盘 开局呢我就不多说了啊 中炮过河鞠队屏屏屏风马,互进击病 很常见的开局 这里一般的黑方有乒乓对局的 走往盘盒的补向的,进泡过河的 本局庄玉婷大师呢选择启航鞠 非常少见的走法 那么红方足底炮 黑方平局站内 红方直接进炮打足了打底向 那黑方就只好飞边向了 这时红方再跳马 黑方进鞠捉炮 红方先送个边 黑方又向一飞 红方再出去一抓 那黑方吃炮 红方也吃炮 虽然说是一个患子 但是这个阵型来说还是红方好走一些啊 接下来黑方回向 用鞠捉马 红方上马踩鞠 那么红方这个马一逃 黑方顺势把红方底向一杀 杀底向呢也是正招 那红方失去一个底向 他换来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红方平局捉马 那么这个马不想丢 只有马回窝心 马回窝心以后呢 红方很想踩中足 但是不行 黑方踩掉以后呢 是先打鞠 哎那怎么办呢 红方就先进了一步鞠 下一招准备马踩中足 踩掉以后 如果黑方也踩 那就炮阵无子了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选择进炮腰队 比较针对性的走法 那红方不对啊 他就退了一步 这时候黑方也进了一步炮 准备进去捉马 红方呢 置之不理 他往上跳 这里黑方肯定不敢捉啊 红方再往这一跳 马上就要奔曹 所以说呢 黑方不敢进去乱捉 当时黑方怎么走呢 他选择退局捉马 那么这招骑 经过研究以后呢 不是很好 黑方应该走这招骑 哎用这个鞠过来防守 如果红方还是一意孤行 往上跳 那么黑方平鞠过来 解杀还杀属于是啊 现在还要双鞠夺势呢 红方只能先卧槽一将了 黑方把这个鞠一垫 下一招黑方马上要鞠砍抵势 那红方呢还得平炮 这种局面也只能平炮 你要是说进炮的话 那黑方这个炮就甩过去了啊 那么按这个情况发展下去的话 黑方这个温西马还真不怕了 我们看一下实战 当时红方往上一蹦 黑方用这个局抓的啊 那红方继续往上跳 准备奔曹 黑方再捉 红方一将 黑方一垫 那么现在黑方虽然说被动的防守 但是暂时还没事 黑方下一招可以抽出空 进去抓马 红方这时候平炮 黑方进去捉马 那么当时17岁的成平啊 直接来个炮击抵势 非常的有魄力啊 那么这里首先 黑方肯定不敢吃马 红方一分鞭炮 这个棋就交了 那这个棋很厉害啊 黑方怎么解呢 当时黑方直接砍马了啊 红方呢就把这狙吃 黑方用酱把炮一吃 一局换双了 也是比较无奈啊 那红方步步紧逼啊 平局杀底势 黑方就赶快回降 回降以后暂时还没事 现在黑方不是抓着 红方这个马吗 红方如果马回窝西 那这个棋还是比较平稳的 当时呢 红方选择退局对桌 那黑方简单的一吃 红方把炮一吃 这时候黑方平局站内 守住自己的降门 那红方一看那个点去不了了 就来到这个位置啊 下一招棋呢 有可能要进去到夏日县 然后再捕市出将了 当时呢 黑方一看大事不妙啊 赶快把这个马跳出来 然后把乌乌新马再跳一跳 这样走呢 按常理说呢 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局面来说呢 还是太慢了 黑方这里应该怎么走呢 他应该先平局照一将 现在红方这个象不是飞不了吗 可以来一将 那红方如果补这边的试 那就没啥事了 这也没有说出将 局侃抵市的棋了 红方只能补这边的试 那么黑方在屏幕来抓底相 这招棋走呢 红方这个老将就出不来了 你要是飞边相 黑方就给你吃掉 你要是进局往这一点呢 黑方就下底局一将 你要是电视 老将就出不来 你要是电局 那就对掉呗 红方一吃 黑方胜俩马是吧 这个棋绝对能斗一斗啊 那么这种呢 是黑方比较顽强的走法 我们看看实战吧 当时呢 红方平局站内 那黑方先给马一跳 下招准备跳窝心马 红方进局往这一点 马上就不是出将了啊 其实这里黑方 还是应该平过来 盯入底相 防止红方不是 但是很遗憾啊 当时呢 黑方就跳窝心马了 那么红方就不是采局 黑方平局抓将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紧接着红方 直接出将 一刀毙命 走到这里 黑方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棋 黑方没有拦住 红方出将 下一招马上要狙砍抵士 一次你捕士都不行 红方直接弃局一将 无论黑方是出将 还是用马踩掉 红方都是进局绝杀 一个陈押军的杀招 好了一切归于平静了 嗓子就有点难受啊 有点喊不动了 大家觉得精彩的 别忘了点个赞啊 咱们下期视频见